我們來看一下齁 您剛剛解壓說之後在這邊 總共五個我們先介紹這一個齁 這一個 那麼您打開 這個 裡面有跟32、64 那原則上SP就是32啦齁 您點進去之後 直接執行個這個藍色就好了 有執行成功的話您可以看一下您的 最右下角這邊 來放大一點齁 有沒有 是不是有一個這個 嘿這一個齁那 那在這邊呢 這樣就好了 那我們在開始用之前先問一下老師 請問您覺得Windows裡面的剪貼布 好用嗎 從來沒比較過 你們被欺負這麼久了都不知道 你不覺得他很健忘嗎 Call了一個下一個再call上一個就不見 你沒有發現 比如說你看我們早點 有點輕奇的好了啦 假設你call了這一段 我control加C或者按右鍵複製 我要copy了這個 請問你會留下哪一個 萬一這個網頁關掉或者你的教材關掉了 你要前面這個怎麼辦 你要前面這個怎麼辦 再開一次再找一次 你們怎麼那麼勤勞 人家我們都找這裡就有了啊 有沒有發現 會不會太簡單 沒有 沒有 你看我們來這裡 我們看一下這邊 來你看一下 比如說我們針對姿勢好了 好我們針對姿勢像這個 您可能在這邊像我直接編輯他好了 好剛剛這個我就不管他就關掉 我把我把這個先清掉 好回到這邊來 剛剛如果如果有圖片 在這邊我如果要文字我就直接逗逗 有沒有就進來了 好進來了啊 高高我剛那圖片摳好了 我在這裡逗逗 看一下 沒有進來 control加V 沒進來 好 過幾次 沒看到 我看是圖片太大嗎 沒有 好 沒關係因為你在握的 在其他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所以你就可以像這樣貼進去 會比較方便像我們在這個 課程的這個 介紹啊編輯上也都可以用你看這裡顯示更多 他這裡有個編輯 有沒有 有沒有那 順便問一下老師您會用 剪貼簿的有哪些狀況 除了copy圖片文字還有什麼 檔案啊 檔案有時候不是會這樣扣來扣去的嗎 啊你扣了這個又扣了那個檔案就不見了 是不是還在回去找 這裡也都一樣比如說你看我如果是扣檔案的 假設我扣這一個 我就直接Ctrl加7或者複製 好你看一下這裡 有沒有發現不一樣 是不是叫copy file 所以萬一我現在已經切換成什麼 我剛是 比如說我先換成這個文字 你如果再貼過去是不是就不見了 可是我今天檔案還在的話就兜兜兩下他就重複貼進來啦 只是因為我現在是同一個地方啊 好同一個地方 這樣你了解吧 有沒有快很多 所以他就幫你記住而且不是 只記住現在 下次開機還會在 這樣不是比較方便一點嗎 對對對對對 可以可以可以 好老師提到這個問題了 到底會記錄多少個 您可以這樣子齁您可以在這邊看一下 您可以按右鍵 反正中文的嘛 您這個軟體回去唯一一件事要做的就是 幫你收集檢驗部應該是一開機就要用吧 對嗎 所以您按右鍵之後有沒有個選項 點開 唯一要做的就是把這個地方勾起來 因為你電腦開機之後就要啟用嘛 這樣就自動幫你記住 那麼預設的話我這邊是先幫各位設為100個啦 那你覺得記住多少個比較好 這個有時候是這樣子啦 人有時候也是記性不要太好 什麼都記住 你會也會受不了 他最多是 我如果印象沒有記錯是1024次啦 但是 你在那個框框 找到1024次也要找很久吧 對不對 所以 您可以自己調整一下 看您覺得比如說30次啦 50次啦 反正超過了他就從第一個再覆蓋掉 第一個再覆蓋掉 就OK啦 這樣您了解了齁 那麼 萬一 徐志老師我們在收集資料之後還有很重要的 某些有些時候比如說您在做專品啦或者某些時期喔 剛才在整理這個教材 有某些文字 是常常要用到的 那怎麼辦 因為我們剛剛講他不是會 超過了 個數限制之後是不是就清掉了 您可以這樣子 萬一 這一張 這個文字我現在常常在用 你可以告訴他 拜託一下 永遠不自動刪除 按一下 有沒有發現前面多一個這個 對 這個 他雖然會被擠到下面去 可是呢 不會被刪掉 事實上這個軟體還有一個功能是什麼 你也可以用資料夾的概念 他有資料夾的概念喔 你如果說您真的要整理比較多的話啦 您可以在這邊按右鍵 我看一下點沒有 按右鍵 有一個群組的概念有沒有 又是群組了 那這個就是資料夾 所以你建了一個資料夾的名稱之後 你就可以把 什麼樣的東西就把它丟到他 就是 按右鍵之後把它歸類到 這個群組去 他有一個生兔 應該是 第一個 一個 喔有有有 選 選舉 一字群組 好有沒有 你就可以把你常用的整理起來啊 這樣也可以啊 只是我平常不會用到那麼多啦 嘿這個是 有沒有發現好用很多 大家只差在一個 沒有比較 對不對有比較之後 你就發現 哎呀 不怪委員現在 現在 不要怕差一輸啊 他是還不會倒啦 好對不對 那其實老師還有一個東西你們可能沒有注意到 老師應該常常用office的軟體對不對 如果您的資料是來自網頁上的比如說像我這樣call 有沒有發現我貼進去的時候他的樣式會在 對 比如說這裡是出題的超人解他都會留著 那 老師如果貼進去的話 是不是就有點麻煩 所以你都怎麼辦 先貼在記事本 對喔老師好聰明你都會知道要先到記事本裡面 怎麼樣 穿燙過濾一下 好不好 把雜質去掉之後再貼上去 啊你不覺得 很累嗎 啊沒有辦法 好我們就找辦法給你 所以 根本不需要這麼麻煩 因為你進去之後 你看我們剛剛講的 如果你是在這邊貼上 直接貼上 他會有那個問題 啊來這邊等一下 因為剛剛已經清掉 回到這邊 你看我繼續把它複製一下 標準的你複製好直接貼上 有沒有格式進來 你只有一次機會就是找他嘛 對不對 好那 萬一萬計的就來不及了 那但是呢如果你是這樣你可以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僅用純文字貼上 這樣就自動清掉啦 不用 不需要這樣記事本了吧 所以記事本不熟 沒關係 就是你找到這個記事 按右鍵有一個純文字貼上 就這麼簡單 事實上他還有一個很好的功能 就是 編輯 你檢貼部的內容 什麼意思呢 因為 老師您看一下 有些時候我們在摳這些資料的時候 他可能上面的字 也許我需要修正一下 對不對 那我們一般大部分都是摳完了貼上去再改嘛 那你下次再貼是不是還是錯的 這是他再改一次 所以 如果你 進階一點的 你可以點到他 先按右鍵 有沒有叫編輯剪貼 也就是我從剪貼部就是正確的 以後都不用再怎麼樣 假設這裡是 7支可以吧 對不對 存檔 OK 所以呢你下次貼進來 永遠都是7支有沒有 沒有 這樣不覺得比較好用一點嗎 當然你要加也可以啊 對不對 因為有些時候 畢竟剪貼的 我們 不是符合我需要的 我只是要部分內容而已 好那這樣就方便很多 這樣 要不要 要不要用 可以啦 因為這個免安裝 你就執行而已 就是我們剛剛 講的那個唯一的原則就是 一開始的時候要怎樣 這個地方要麻煩你把他勾起來 那下次開機還會在 所以 這裡會牽涉到一個啦 如果你覺得 密碼有比較 重要的 記得要在裡面清掉 不然人家下次開機也會看到 這樣了解齁 好 還給各位